王一博新电影杀青了 这是你陪他告别的第几个角色呢 最近几天一直有看到关于王一博新电影即将杀青的消息 今天终于尘埃落定 杨振杀青了 想了想算了算 这是我陪王一博杀青的第五个角色 我是在那个热血澎湃 有心意难平的夏天 喜欢上王一博的马上也要两周年了 谢云是喜欢上王一博后陪安一起经历的第一个角色 开机种种波折历时八个月杀青 还记得那时粉丝庆祝杀青就庆祝了三天 现在回想起来几傻的可笑有温暖感动 而王一博也没有让人失望 谢云这个角色王一博演绎的非常成功 那种脆弱感非常共情 就像一位粉丝说的那样 我时常想起谢云 想摸摸他袖子 看里面是凉薄的空气 还是带着温度的鲜活生命 所以啊 因为他是王一博 所以为他做尽傻事 好像也是值得纪念的里程 陈宇就是第二个角色 也是目前最最期待的 去年夏天 刚知道王一博耀眼警察 要剪短发 其实心里还有点小纠结 因为他原来的发长就很好看 特别是顺毛 特别乖 再短还真不好预测 但还是尊重他的选择 毕竟是为了角色 这是演员的基本素养 万万没想到啊 短发的陈宇刚出现的时候 我的天哪 这是谁家的宝宝 短发王一博也太幽了吧 这孩子咋越长越小了呢 来说说 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瞬间披上了妈粉皮 陈宇从开机到杀青 将近四个月 中间还有燃炸一个夏天的街舞 粉丝很充实 王一博很累 但是他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和喜欢 剧组的导演 演员前辈 街舞大神 百里红毅 从开机到杀青 至今一张剧照都没有 我的小百里啊 虽然没有剧照 但看人物设定 还是蛮可的 跟之前的角色也都不一样 演起来应该也能挺有意思的 还有就是 我对王一博有一种迷之信任感 相信他所有的选择 无论剧本角色 还是综艺代言 蒋先云 只是一个单元剧 只有一级的一个角色 但是看过预告片 不仅让人热血澎湃 既感动又骄傲 作为演员 王一博是认真的 短短几天的拍摄 浓缩了一个人 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变化 读书时的青涩 参军后的坚定坚毅 其实到这里 演员王一博的成长 也是肉眼可见迅速 未来更有无限可能 最后一个 就是今天刚刚杀青的杨振 也是一张定装照都没有啊 而且连个人物设定都不知道 不了解 只能期待电影早点上映了 个人觉得 王一博现在这样的状态挺好的 扎进剧组里 十天半个月也没有消息 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 已经选择的事情 认真专注做到最好 这不仅是对工作负责 也是对自己的不辜负 王一博杀青快乐 期待杨振 王一博的新电影 杀青了 这是你陪他告别的 第几个角色呢 最后 让我们一起期待 欢迎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